告別了牧師及孩子們 我們也該繼續去尋找那位 種出冠軍咖啡的王子了 但走來走去 放眼都是茶園 我就說唄 阿里山是茶的大本營 哪來的咖啡啊 這樣子找下去也不是辦法 我還年輕 我不擔心喔 不過沈兄 你可還撐得住啊 走著走著 你的腰嗎 怕很久 不然腳痠 肚子有腰嗎 我那時候聽到你咕嚕咕嚕的聲音 對 這間什麼地方啊 這好像是廚房 有人在煮東西喔 你好 哈囉 你好 你好 這是什麼好料的 我知道 看那個卯我就知道 這是什麼 山漿 對不對 山漿我們如開始叫吉士士 讓我了解一下 這個山漿它沒有保育嗎 對啊 現在已經沒有保育了 現在沒有 可是也不能隨便亂捕殺啦 這長什麼樣子才能捕殺 懷孕期間不能捕殺 對 還有哺乳期 讓牠要生生不息 對 所以我們 聽說超過六歲的可以 一般這樣是六歲 就沒有生育能力了 你六十幾歲還有嗎 不是 我第一次聽到 真的 這是我們老人家講的 取自於自然 也維持自然界 生生不息的環境 這就是老祖先 流傳給我們的智慧 若是依循著祖先的守則 不只不會危急動物生存 還能幫助調節山林裡 動物的數量 因為老一輩的 會教導年輕的族人 不濫殺 避開動物繁殖期 禁止獵捕有生孕 幼小或有殘缺的動物 現今更是 開始提倡 不為了買賣行為而獵殺 沒會還說 獵捕到的動物 絕不輕易浪費 所以這些牙齒 或是外皮的部分 都會拿來做成藝術品 那這種 這種皮可以雕嗎 這種皮它不能雕刻 可是我們可以做一些 傳統文化的 然後也要學習以前 老人家怎麼用獸皮做 做成作品 那待會我們就看看 你怎麼樣把編這個 把那個皮編開 有咳嗽咧 我沒有怎麼辦 我見你 我見你 我別用了啦 趕快工作 現在這個竹子架子 要把它架好 待會兒那張皮開 才可以撐得開 那我來試試看 轉圈 這個很牢餒 夠了啦 好 現在這個 先摘一下 不是 這個是你弄的 不要看著動 再一個 再一個 我說兄弟啊 你到底行不行啦 我真的很想快轉皮這一部分 趕快進到肉的那個部分 好 它是這樣子的 把那個角落撐開 對 好 四個腳一起拉 來 我這邊 四腳一起拉 你弄那一腳 要撐喔 要撐住喔 老闆 我的鞋帶比較短 它不會棒 它就比較短 我的很短 沒有把我拉走 各位觀眾 我們的作品完成了 其實動物皮的運用 不只在服飾或頭飾 像這樣子結合竹子麻繩皮毛的創作 很簡單 卻也別有一番風味 等一下 這桌上的山腔皮毛都還沒乾耶 這位獵人揹著弓箭 難不成又要去打獵了 你打的 不是 那你帶弓箭幹嘛 你們不要嚇我兒子 那你兒子喔 對啦 他要準備那個交射箭是因為 交射箭 交客人 然後賺自己的零用錢 喔 教練耶 你好 叫什麼名字 杜文斌 杜文斌 你好 請多多指教 生兄 我想今天我們要一較高下 他們家等一下的菜一定很好吃 輸的人就沒有菜可以吃了 在吃什麼 吃烤肉 那我要 輸的人吃烤肉 OK 基本的姿勢應該怎麼樣 才能把箭射好 把箭射好 對 然後那邊有個神洞 對 然後等一下你抓的時候 食指要扶你的箭 結果那邊是平的 平的 陳兄 我想今天我們要一較高下 你是射到哪裡啊 射到下面 藍色的耶 可是沒有分的藍色 越射越低 綠色的 好 挖我 他很會釣魚 他不一定會 快射三槍 補桿補的齁 他跟我拉得差不多寬而已 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有1分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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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去 大姐姐 都一樣耶 你剛剛只要調整 再往上一點點 就有機會了 等一下 弟弟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三隻 看到沒有 1 2 有分耶 你看你的在這裡 一個 兩個 怎麼還射到一隻地 等一下 有螞蟻耶 我們兩個真的是 翁哥溜哥半斤八兩耶 讓教練看笑話了 真是的 雖然以一個要時常 接觸遊客的角色來說 文斌給我的感覺 還是有點害羞 腔腆 但憑心而論 他也才國小的年紀 有這樣的表現已經非常棒了 而且他也能理解賺錢不容易 願意靠著跟媽媽學來的 射箭技能來指導遊客 為自己賺取零用錢 咦 這位不是剛剛有一起 跟我們吹鼻涕的小朋友嗎 原來她是梅惠的大女兒詩琦 即使是準備升學的國三升 也跟弟弟一樣 要為自己的零用錢努力 文斌教的是射箭體驗 詩琦則是教客人皮雕課程 欸 他跟弟弟不太一樣喔 整個人很嗨耶 詩琦老師嗎 對 要不要含起立敬禮坐下 不要 笑得好燦爛喔 好 接下來呢 老師 就是這邊不是有兩盒工具嗎 嗯 是 你就把這個圖案朝下 好 然後 用力往下壓 用力往下壓 然後跟大力敲 好 阿姨可以吃看看 阿姨啊 阿姨啊 我們就是880公益啊 阿姨啊 阿姨啊 這聲音很好聽耶 好 那現在呢 我們 我跟沈哥要交換禮物了 我呢畫了幾條魚 它很自由自在在吹口哨 然後呢 它有個音樂的音 音樂在吹口哨很好唱 你看 它本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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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隻呢 它有一次Git-tar 是你的Git-tar 唉唷 然後呢 這個呢 吹吹吹他後面有個高音符 而且你的聲音很高靠 嗯 然後呢 這裡有兩隻螃蟹 就謝謝你 今天到我們節目當中 平安 妳有沒有感覺 他好像在拆字 因為我本來就很會拆 好 這個是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這是 妳的事業的版圖 像 然後呢 就是包括富貴 這個空白就是讓大家放空 這樣子 放空 好沒有創意 不是 要改給大家 雖然沈公的作品很沒創意 但是起碼誠意十足 順著我就勉為其難的手下吧 畢竟藝術這種事情是勉強不來的 不過剛剛我一直專心於創作 但有個問題一直懸在我心裡 不問清楚不行 其實剛剛姐姐在幫我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 其實你們兩個一點都不像 對啊 對啊 對 他皮膚怎麼那麼白 對 蘋果臉 蘋果臉 哥哥就比較像原住民 對 但是他一點都不像 比較黑 我三個孩子都領養的 領養的 對 因為我自己沒辦法生 不是 你自己沒有辦法生小孩 對啊 所以你三個小孩都是領養的 對 你什麼時候知道他不是嗎 親媽媽 親媽媽 應該是從我有經歷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因為 誰跟你講的 媽媽 所以從小也沒有隱瞞他任何事情 我是覺得說 就是現在這樣也是跟一般的家庭一樣 我就覺得也是很幸福 我告訴你 他這樣子沒有讓他的爸爸媽媽 失望 操心 對 其實看到是有點捨不得 我也有一點 其實我 我也是鼓勵他說以後長大 沒事 你將來你如果 我現在很好 我剛剛突然間對了一個位置 就是 其實我大女兒 我沒有 我沒有真的陪他 他的成長你沒有參與到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 有一個這麼愛他的媽媽 有陪著他 所以你們問我說 物質上面 或者是你有沒有錢 我覺得那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孩子我每天 三個孩子我每天都陪他們 我覺得他整個很溫暖 沒有 他就像一個 人家說 這群鴨子 會有一隻鴨子要回家 所有人就跟著他屁股走 那個畫面很可愛 因為他 因為他知道怎麼樣回家 他帶領他們回家 對 讓他們知道家是溫暖 然後一步一步帶他們回來 來自台東布農族的梅惠 在結婚後 就隨著丈夫四處工作 爸爸風災的時候 一家人正好住在阿里山上的 里家部落 驚險又辛苦的撤離過程 讓他們決定搬到樂業部落 打造真正屬於他們的家 三個孩子 三個沒有血炎關係的孩子 我卻深深感受到 那種無法形容的緊密 最現實的領養關係 也絲毫動搖不了他們之間的連結 這是梅惠與丈夫 把孩子完全視如己出 才能建構出來的能量 這種情感 是無視而不及回報的 也是因為這樣的成長環境 孩子漸漸大了 也都懂得自己要成為一個 跟爸媽一樣溫暖的人 來到這裡就是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 因為其實原本 我應該也是會被送去孤兒院吧 應該是 我是聽他跟我講 然後 我也 就是 很感謝他們 我也 就長大了嘛 我也會提諒他們 就是 就是提諒他們 已經 呃 就是沒有那麼多力氣 去經營 然後就是 我應該是要去 幫忙 對啊 應該是要去幫忙 肩膀要硬起來 是不是 對啊 許多人覺得三個孩子有福分 被愛小孩的他們領養 梅慧卻說 要謝謝三個孩子 有了他們 夫妻倆更努力過生活 我們是何等的幸運 能夠在這個充滿愛的家園裡 待上半天 也順到可以品嘗 在地食材所做出來的 這一桌美味的佳肴 今天在阿里山要吃一餐的 海拔很高的菜 喔 我們首先要適應這裡的 氣溫 突然降了十度 三個 三個小孩都來自不同的族群 家庭 用什麼樣的心情 經營這個家庭 我們兩個都還滿喜歡小孩子的 嗯哼 所以 是不是親切是無所謂的 嗯哼 有時候看到他們這樣子 高高興興興的 對 就覺得有價值 來夢想 對 那 他餓了 他不瞄你了 妹妹幾歲了 四歲 昨天才過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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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這一顆 那 那我們 我們就把這個當成蛋糕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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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有常來你們這邊釣魚 下次我帶你去釣魚好不好 我們就講說 請小孩吃魚 不如叫他去釣 釣魚 這是魚乾是不是 不是 這是魚線 我覺得 今天你送這個魚線很有意義 對 其實魚線雖然是無阻 但是呢 他把這一家全部都接起來了 對 所以這是感情的線 愛的線全部感覺 好棒喔 掌聲鼓勵 謝謝 來 一起來 來來來 圓班 你沒說沒有 OK 好有味道 甜甜美味 其實今天感覺到他們一家人 不管你從哪裡來 大家在這塊獨立 在這個山裡面 就是把每個人的愛都分出來 然後團結出來 你知道嗎 我 我 我從199點開始出外景 親情後來 來我們這個阿里山區 不下十次 我第一次在這邊 流下我很多的眼淚 像爸爸和爸爸講 看到他們快樂 我就很滿足了 如果生命是一塊 在要拼的那個拼圖 那缺哪一塊 要從哪裡補回來 其實只有你的心 那個愛是在的話 嗯 其實怎麼拼 它就怎麼好看 對